很多人在闲暇的时候 都会上抖音刷短视频 有时候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 然而从公寓中 莫名其妙出现的洞口 到遇到可疑人物后 就再也没有更新的账号 再到神秘的转途衣架 有时候当你越刷越久 你可能会不小心发现 隐藏在抖音里的可怕秘密 你好 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史上最诡异的 TikTok抖音拍到的谜团画面 你最喜欢看 什么类型的短视频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这一切的开端 还得从她发现 自己浴室会传来正正因风说起 一正正的微风穿过镜子 吹动她的法刺 Samantha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 把镜子拿下 同时在心里祈祷 希望后面只是通风口之类的东西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镜子被拿下来后 一个长方形的洞口 出现在众人眼前 通常这种时候 通常这种时候 普通人都会马上打电话 给房东或者警察 但纽约居民 并不是那种会退缩的人 于是Samantha 拿上一把锤子作为武器 然后就这样爬进了洞里 她发现这个洞口 通向的是另一间公寓 虽然地上满是尘土与石碎 但她还是发现了 有人在那里居住过的痕迹 那里有着好几个垃圾袋 一些打开的盒子 以及一瓶水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地方住过人 幸运的是Samantha 在探险的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事案子 居住在这个荒废之家的人 然后她就爬出那个隐蔽的洞 并将其疯了起来 这个故事在一年后才有了后续 2022年3月 Samantha上传了后续视频 说明自己后来 有持续打电话给房东 要求她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但房东都没有理她 只是告诉她镜子背后通往的地方 只是另一个在装修的公寓 但Samantha 表示自己住进来那么久 她从来都没听见 隔壁发出任何施工的声音 而且房东也拒绝解释 为什么两套公寓之间 会出现一个洞口 最后在某一天 Samantha发现 那个洞已经被一堵墙给堵着了 她和神秘公寓的连接 终于被封了起来 她才放下心中的大石 不过两套公寓之间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洞口的这个谜团 至今未能解开 如果你看到一个奇奇怪怪的陌生人 总是在你家附近徘徊 你会怎么做呢 报警 买武器 还是拍下来传到抖音上 抖音用户 Best and Angel 选择了最后的选项 当她看到同一个神秘人物 好几周都在她家附近的郊区徘徊后 她试图拍下那个人的样貌 和行动轨迹 并上传到抖音上 只见这人漫无目的地到处徘徊 在树林的遮挡下 几乎看不到这家伙的存在 更诡异的是 当Best and Angel 拿着手机 试图仔细拍下他 以便更了解对方是谁的时候 他似乎一下又出现 一下又不见 虽然有可能是因为手机摄像头像素太差而导致的 但在这个人影反复出现几天后 Best and Angel 家里的狗开始拼命狂吠 尤其是在大晚上的时候 狗狗会静止跑到房子的大门 疯狂地叫着 狗狗会变得那么不受控 就意味着那奇怪的人大晚上也会在附近出现 于是Best and Angel 决定化被动为主动 靠近那人每天出现的地方 看看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 但是当他们前去查看的时候 一直会在那个地方出现的怪人 却第一次不在那里 他们各种喊叫 让那家伙出来对峙 但回应他们的却是 一阵阵可怕的哀嚎声 吓得这家人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可怕的是 这家人从逃跑的那时起 每天晚上都会听到相同的哀嚎声 后来这个家庭的男主人 在哀嚎声响起的时候 拿着枪跑去外面 想和那个神秘的家伙一决高下 但他在黑暗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人 在后来Best and Angel含泪更新了两期视频 泪眼婆娑地控诉着 越来越严重的哀嚎声 并表示自己因为这个问题 根本无法入眠 而他们整家人正在计划 升级家里的监控系统 在此之后 这个账号就再也没有上传任何影片 他们一家人的命运至今是个谜 目前不清楚 这个奇怪的人究竟是个恶灵 还是某个有心人士的无聊游戏 这一切的谜团 只有在这家人更新视频的时候 才会知道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对你而言 英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充满各式各样的茶叶 身穿红衣 头戴大黑帽的皇家军兵 还是闻名全世界的王室家族呢 众所周知 英国王室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任何一点细节都会被媒体 或者王室粉丝无限地放大 有些疯狂的人士 甚至会通过无限的想象 越过离制的底线 制造阴谋论 这些阴谋论 包括王室成员是蜥蜴人 查尔斯国王是吸血鬼 甚至还有哈利王子与梅根 是机械人等 虽然这些说法越听越离谱 但事实上那些人也不是没有证据的 至少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确实是这样没错 当哈利与梅根的互动 这段影片被上传至抖音时 大家都开始猜测 他们是机械人 毕竟那看起来丝毫不灵动的眼睛 加上有些卡顿的动作 再加上塑料味十足的皮肤 怎么看都不像真正的人类 事实上 影片里的哈利与梅根 确实不是真人 他们是杜莎夫人落相馆 一个新展览的展览品 名为Life Figure或蜡像 顺带一提 杜莎夫人蜡像馆 是在全球有着 众多分馆的蜡像馆 里面有着各种世界名人的蜡像 不过尽管做过相应的解释 还是有部分人认为 机器人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当中 甚至开始掌控英国王室 常驻抖音的人应该都知道 2020年 抖音上掀起了一个 衣架挑战的热潮 这个实验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一个衣架 套到头上就可以了 这个挑战之所以那么火红 是因为人们发现 如果你将衣架套到头上 你的头就会不自主地 转到另外一边 话重点 这个转头并不是你自主控制的 很多人在试着挑战后 都被这个效果惊呆了 事实上 这个现象在90年代 就有科学家发现了 不仅如此 2015年 日本神经外科学会的一项研究也指出 头部单侧额孽液 受到压力时 会发生意外旋转 在95.8%的受试者中 都能观察到不自主的头部转动 目前科学家们尚且无法确定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他们推测 头部受压的压力差 会引起躯干和四肢的旋转 不过一些抖音用户 却质疑整个挑战的真实性 毕竟在万物皆可批图 或剪辑的时代 想要造个价 也是件简简单单的事情 而且有些网友 实测后 发现根本不会转头 如果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已经准备去拿个衣架来试试了的话 爱于这里有个温馨提醒 千万不要拿塑料衣架 不然你就会和这个影片中的人一样 不仅没办法做挑战 还把一个衣架弄坏了 可以侦测鬼魂的汽车 Tesla的汽车 以高科技设备和特殊功能而闻名 但有一项特殊功能 是Elon Musk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那就是 发现鬼魂的能力 许多Tesla汽车上 都安装了防撞系统 汽车内的显示屏 与提醒司机注意周围的车与人 然而在2022年的母亲节 一位名叫Ager的男子 开着他的Tesla汽车 去他妈妈的墓地献花 当他经过空荡荡的墓地时 他高科技的汽车 把周围变成了科幻片 因为那个系统开始探测到 一些看不见的人 当Ager将这段影片 放到抖音上了后 许多人也开始分享 自己遇到的相同现象 和Ager一样 他们的显示屏上 明明显示有人 但周围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不过后来 很快就有网友指出了盲点 揭穿了整个影片的真相 这其实是Tesla 侦测系统本身的缺陷 当东西符合某个高度或大小时 Tesla的侦测系统 就会把他们标记成人 在Ager上传的另一个影片中 细心的网友发现 当他经过一个花圈时 他的显示屏 也出现了人物标记 所以这让百万抖音用户 心惊胆症的鬼魂 只是目的上一些漂亮的花圈 墓碑或人形雕像 时间回到2020年 一位名叫Brandon的人 开始在抖音上传 自己探索可怕废弃建筑的视频 原本一切都好好的 直到Brandon上传了一个 自己在地下隧道迷路的视频 向他的粉丝解释说 他找不到出路了 粉丝们纷纷开始感到担忧 并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但他却没有给予回应 古怪的是 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又上传了好几个视频 看得出他已经走出地下隧道 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教堂 然后是废弃的工厂 再来是废弃的医院 但他发布这几个视频所带来的标题 都让人细思恐惧 其中包括 我在哪里 醒来 帮帮忙 快跑 等词语 在其中一段视频中 他还拍到一块墙板 上面写着 Let me out 就是让我出去的意思 墙板后面究竟隐藏了什么 现在依旧不得而知 但抖音用户 开始因为这事越来越焦虑不安 直到Brandon发出了最后一段视频 说他是时候 醒来回到现实世界了 这个系列的视频 才正式地结束了 粉丝们都心骄情急地等待Brandon的后续更新 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10天后 Brandon上传的最新视频 让所有粉丝都摸不着头脑 因为那是一个 怎样挖洞的教学视频 有粉丝认为 Brandon是遭受了太大打击 才发出这种无厘头的视频 也有人认为 之前的视频 以及这个无厘头的挖洞视频 都是Brandon自己编造的 随着Brandon在抖音上 上传越来越多超现实主义的视频 时间证明 后者的猜测才是对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沉浸式体验吧 其实当时候的粉丝只要仔细思考 他们也能够发现端倪 毕竟如果Brandon那时还能上传影片 就代表他的手机还有信号 也就是说他可以打开GPS找到出口 9000米的噩梦 大家会害怕坐飞机吗 2019年抖音用户 Melody Zaragoza 在9144米的高空 经历了一场噩梦 从奥兰多飞往圣地亚哥的途中 Melody的飞机遇到了一些可怕的湍流 飞机开始剧烈地上下颠簸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飞机颠簸 而是飞机上原本用来投放影片的显示屏 开始出现绿色静电 整个机舱瞬间变得特别诡异 这架看似被附身的飞机 随后开始往下掉了一阵子 然后又突然恢复了正常 而此时机舱内的电子屏幕都恢复了正常 Melody的粉丝推测 该事件是由外星人或鬼魂引起的 但有其他用户则认为 这只是飞机上常见的故障 毕竟飞机在飞行中电子设备发生故障的事 屡见不见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飞机外的雷暴引起的 你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短视频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